好,請張部長 市長價大概跌了4% 那中南部其他地方 非五都,非台北市的其他都 是跌了大概 是零點多到七八八 所以有跌,有這樣 就是外界當然會拿這個來 來挑戰啦 說我這個交易量萎縮 然後價格並沒有跌 所以只不過把市場掐死 要求你這個 希望能夠退場,用這樣的論述 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說服力啦 有一定的論述說 價格沒有了,市場掐死了 多少人失業等等的 部長你要不要 正式的更加的 比較完整的回應這樣的說法 是,整個量 整個量下跌,裡面這個需求量 分成兩部分 一個叫真正的需求 就叫居住的需求 一個是不當的,叫投機的需求 那現在跌的應該是投機的量 那真正的居住者 自住換入的,那個量是增加的 真正的需求是增加了 對,把投資需求 虛幻的泡沫的需求 是減少了 是,這樣對 這是好的啦 對房市健全有幫助的 這是好的啦 去營建業也要支持的 這個要支持啊 因為對它長期永續經營有幫助啊 對啊,因為這代表這個市場健全的嘛 是,是不是 但是為了強化這一點啦 其實,那我們講好了 那奢侈稅你要兩年檢討 什麼條件之下 你會讓它退場,什麼條件之下 呃,檢討就我剛剛講的 大概至少幾個要素啦 譬如說,要不要 就是說,呃,第一個 當然房市,房市的狀況 第一個要考慮的 還有沒有不當投機這個因素 第二個 要不要 改課 說,剛剛講的 實價課稅 不是 改課所得稅啦 改課所得稅 那改課所得稅 因為現在大家最挑戰最多的就是說 啊,我都不賺錢 啊,我急著要賣 突然急著賣 你不要課10%、15% 所以 如果 如果這一兩年或者是兩年內 把它改成說 改成說 好 六坦給你課成所得稅 因為現在房屋本來就在課所得稅啦 房屋交易所得又所得稅 但是因為 房屋那個 一點點啦 一點點啦 主要是土地增值稅啦 所以考慮的條件嘛 房屋土地 在我國的稅制 這是 稅制的根本的問題 癥結啦 房屋土地分開課稅啦 全世界各國都沒有 沒有的啦 對 房屋土地分開課稅 你怎麼弄實價 都不是實價 都是要用 土地的 公告限制 跟房屋的評定標準價格來分攤 都是假的價格 你這就要小心喔 是 你的奢侈稅就用實價課喔 你不能說沒有實價喔 交易稅可以啦 交易稅是整棟啦 交易量整棟 對啊 交易稅是整棟 只有這個是 但是營業稅 所得稅 財產稅全部是分開啦 那你就去修法啦 對 財政部推動修法 以後 不要兩個 什麼 一架什麼 一賣三架 土地增值稅喔 對不對 然後土地 地價稅 然後房屋稅 以後不要了 通通 就是一個架 成交架 所以我剛剛講的 還有第三個條件 就是土地的部分 因為土地部分 一年內買賣是不課增值稅 這個因為他一年公告限職 公告一次嘛 這個也是 這個你們都要講清楚啦 對 講清楚 不斷的一直講說 房仲業失業啦 幹什麼會增加這個 這個也是事實 但是 那就是要問那些老闆 你當初擴充是不是 有一點太 碰峰的擴充了 要回到 回到這樣子的 但是 這個是很敏感的事情啦 所以你說 有退場的幾條件 就是 讓他改課所得稅 你就可以讓他推廠 不是 不是只有一個 然後土地增值稅 那個問題要解決 所以 這兩個東西 就實價登陸制度 要先健全啦 實價登陸健全 資訊才能透明嘛 資訊透明 因為所得稅 是誠實申報制啊 不是我們沒案去查核制啊 你說這個 就看你的決心啦 如果你要讓你的這個想法 把它落實 你就推動修法就好了 把你概念 變成一個法修法就好了 以後把什麼 什麼地價稅那些同樣廢掉 就一個這樣 那不可以 可以嗎 可以啦 就是很大的工程 為什麼呢 因為土地增值稅規定在憲法 143條 因為他說土地要自暴地價 要造價增稅 那個土地增值稅在那裡 好 你剛才提的一個數字喔 我當然滿有興趣的 我呼籲你這個提案 我寫了一個提案 等一下 希望各位我也能夠來支持這樣的提案 這是你剛剛提的說 雖然這段時間交易量減少了 可是 首購組 跟自用住宅的量是增加的 換屋主 手購組 跟換屋主 換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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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自用住宅嘛 而且我們 十十歲也是針對非自用住宅嘛 對不對 我想到今年兩千零十二年的 總統大選的時候 其實兩黨的候選人 都在講同樣的概念嘛 針對非自用住宅 我們需要 自用住宅 OK 沒有問題 所以我提個案 你乾脆拉大 自用住宅跟非自用住宅的 那個稅率啦 包括地價稅 包括土偵稅 所以我覺得提案 我們降自用住宅 的稅率 來回應 現在大家一直push你 奢侈稅要弱 要退場 我是覺得目前還不需要退場 還不到兩年 檢討慢慢檢討嘛 但是可以 往這個方向 所以我 建勤你去研究啦 我只是 我研議而已啦 你不需要馬上 給我回應 但是我請你去研議 把自用住宅的稅率降低啦 就拉大自用住宅跟非自用住宅啊 這可以 某種程度也是 鼓勵大家 為了自己的房子 去買房子 然後呢 我們也要抑制投機啦 就這樣的概念 你要不要回應一下 目前 我們對自用住宅 都很優惠 不管是房屋稅 地價稅 那包括土地增值稅 自用住宅的部分 都非常優惠 像房屋稅的自用住宅的稅率也很低 大概1.2%是最低的 那地價稅呢 房屋稅不要講房屋稅一點點而已 對地價稅也很低 地價稅 地價稅 自用住宅是千分之二啦 對啊 因為自用住宅千分之十 地價稅千分之 基本稅率千分之十 對啦 那個地價稅 地價稅 其實 把非自用住宅提高也可以啊 我就說 拉大差距啦 那土地增值稅 自用住宅我們買賣 10% 其實土增稅 你只要能夠讓 那個公告限時啊 接近市價的話 其實自用住宅的10% 是 那個 土增稅是可以再降低啦 因為 因為自用住宅你可以看喔 自用住宅跟非自用住宅的土增稅 10%跟 10%跟20%啦 起跳是20% 非自用住宅20% 差兩倍啦 但是地價稅也是千分之二跟千分之十 差五倍啦 差五倍啦 所以 土增稅其實自用住宅有下降的空間 或者是 你非自用住宅 那個起跳點再把它提高 我的意思是 要拉大這之間的差距啊 一方面 我們鼓勵自用住宅 二方面 我們要打擊 投機啊 是 那另外 土增稅自用住宅 不僅是10% 還有另外一個優惠喔 就兩年內換屋齁 兩年內買賣自用住宅 那個可以退稅的 所以死吧 都不要 一生一屋啦 是 現在 剛出來的經建會 要推自由經濟示範區 他強調的說是一個超 超WTO大域啊 我不知道尹竹文有沒有跟你談 在 經濟 自由經濟示範區這個 鬧口 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 你的說服設計是怎麼樣 其實自由經濟示範區 想法大概就是類似境內關外啦 境內關外 也就是貨物進到自由經濟示範區 無視為進口 尚未進口 請問他有沒有跟你談過你的稅制的設計 有沒有 有問過我說 如果台商在大陸的要回到自由經濟示範區 那個在大陸的機器設備回來 那個關稅有沒有可能 有問過這些問題 對 那你的答案是什麼 我說我們 我們有給大家書面答覆 就是說有些如果 本來就 有些是機器設備本來就免稅的 有些是怎麼樣的 怎麼樣分很多種狀況 對 那有些是 基本上你同意嘛 你同意這樣的觀念 就是 等於要對他的 那個 稅負的設計 就是當做 當做境外在設計 境內關外 境內關外 海關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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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基本上 抄WTO大域是可以做得到 就還沒入關啦 對 最後一個問題 我請教你一下 現在所謂的美國要追稅 明年開始實施所謂的FATCAD 就是所謂的肥貓條款 這個 要課30%什麼之類的 這些 這些境外的基金等等的 而且要我們的銀行配合 金融機構配合 你是最大公股的老闆啦 這一部分你怎麼回應一下 這馬上到了 我們以前做過決議喔 是 這個要我們有一個主權的問題喔 是 這個 第一個一定要簽協議才能夠幫助他 不簽協議是不可以的 換言之 美國政府沒有跟你談 民共啦 對 要簽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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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為止找你談沒有 呃 有談啦 有談啦 我們財政部經管會都有跟 不是 我說美國派代表跟你們談 沒有有初步探選說 意願說 初步探選 美國哪個單位跟你們初步探選 有有有 哪個單位啦 美國哪個單位 哪個單位是吧 呃 哪個單位 記得嗎 因為公文也是有看啦 但是 哪個單位名稱我不一定 是不是 是不是美國的稅務單位 IRS 還是AIT跟你談 因為是在金管會談的啦 喔 很可能是金管會跟他們的金融的監理單位 因為看肥咖的那個主管機關啦 他是談 那我們要簽協議 要簽什麼協議啦 那租稅協定 是不是短期可以啦 或者簽其他的協議可不可以 或者簽肥咖的一些協議 大概什麼時候會確定 這個事情大家滿關心的 呃 我們有評估 那看看說 看看最容易的 然後最有幫助的 對我們金融業的打擊最小的 因為你不簽齁 我們的金融業在美國的首得 要被扣角百分之三十 我們希望你們簽之前 要來立法院報告 是是是 因為當作立法院 那當然當然 現在只是在探選 就簽到主權問題喔 好不好 報告委員連談都還沒談 只是說在探選要怎麼樣的方式 要簽協議 謝謝